Hello 大家好 Dr.Chin今天又想教你一件新的东西 这件事是每个人都非常需要学到的 因为不管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是你很他条 还是生活很紧张 你是需要用得着这个 我们叫做合止呼吸 这个叫做box breathing 在外面Google 你会看到双止呼吸 但是我喜欢叫合止 因为盒子很合在一起 这个声音 因此这个合止呼吸 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帮助大家 用一个最健康的呼吸的方法 让大家不单止越来越健康 也会越来越长寿 也是因为会借着呼吸的方式 去提升你所有一切 是人类的潜能 这个很厉害 让我慢慢解释给大家 首先 这个合止呼吸 是有很多不同的重点 但看上来就很简单 是一个完全合乎我们整个 身心灵的稳率的一种 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吸收能量的方法 这个合止呼吸 是由 这个河南籍的高人 真的是高人 因为他能够上山下水 靠着这个呼吸 基本上好像刀枪不入 去到最冰冻的河 河流或者海底 直接游到最深的海底 在那里 也是因为他有这个神功护体 所谓 当然不是什么神功 这个和宗教没有关系 整有宗教的人士 不用害怕 这个是完全 基本上开发我们人类潜能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也是上去这个喜马拉雅山 用这个呼吸 不用怕有什么高原的症候群 那类的 他也出了很多的著作 和视频 主要是有一个设计 教别人如何做这个呼吸 但今天我和大家教这个呼吸 有少少不同的 其实是基于他 这个方法当然是 但是我有我的方式去演绎 这个呼吸可以每天都可以做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不需要齋戒沐浴都可以做 但是当然 当我们提升 开发我们的能量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很想周边 有太多人 太多繁繁杂杂的人 在我们身边 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去处理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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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做战斗呼吸 就是戰鬥的呼吸 當你面對很難以想像的敵人的時候 你會很緊張很大壓力 整個人有很多人的身體會凝固 動都動不了 但是如果你掌握到這個呼吸之後 你會處理這些環境非常任雲治愈 所以美國海軍陸戰隊每一位成員 都是這個合子呼吸的高手 因為他們面對要處理大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人 因此他們也會有機會很緊張 很大壓力 如果他們掌握了這個合子呼吸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有能力很鬆容地去處理這些 很壓力的情況 因此這個合子呼吸是很適合大家去做 那我呢就有一個很簡單的課程 這個課程呢就大家 尤其是這個年頭 我們又說疫情啊又說什麼的 就不要來我的辦公室那裡開班了 那我就做了幾個影片 一個很簡單的課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買了我這個課程 自己你看完之後 隨時一學就會的了 這個學完之後呢 你跟著就自己去做 每天都做 有不明白的時候 你隨時可以 歡迎你走來找我 那當然呢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幫助我們去開發我們這方面的能力 這些我再遲些 再跟大家分享了 OK 好 多謝你 好快便又有些好東西 和你分享 OK